今天为大家简读的是《愿你慢慢长大》 这是一本以慢养育为主旨的名家散文合集 一共收录了29篇随笔 和其他养育类书籍不同 它并不教授任何养育孩子的具体方法 不是通过一大堆道理来教育人 而是通过讲述名家成长中那些有爱、有意的故事 让大家感同身受 从而自己领悟到教育孩子的方法 和那些直接告诉你方法的书相比 某种程度上来说 它更加有助于各位家长解决在教育孩子过程中的困惑 29篇随笔的作者来自不同领域 有教师、作家、学者、科学家、商人、媒体人、画家、电台主持人、家庭主妇 有名家大师、也有普通人 随笔的内容包括父母写给孩子的书信 对自身成长经历的反思 以及对于子女教育的看法等 正如书的前言所说 读这本书的感觉 更像是大家坐在一起 分享自己对孩子的爱和期待 以及一些关于教养的真心话 这些真心话中 或许有些会让你产生共鸣 有些会让你觉得吃惊和意外 有些甚至会让你感到价值观受到了冒犯 但重要的是 他给了那些因鸡娃而备受焦虑的父母一个机会 去试着慢下来 静下来 去欣赏和感受成长本身所具有的另外一些意义 从书中您可以看到 父母对于子女的期待 并不是只有千篇一律的望子成龙和赢在起跑线上 而我们觉得养孩子很累 或许是因为心太急了 学会让孩子慢慢长大 养育就会变得轻松 孩子也会感到快乐 书中第一篇文章 《愿你慢慢长大》 是清华大学副教授刘渝写给自己刚满百天的女儿的信 字列行间浸透了一位母亲对女儿的爱 在2017年央视朗读者第一期节目中 这篇文章曾经由世界小姐张子霖深情朗读 感动了电视机前的诸多观众 有意思的是 这么爱孩子的刘渝 却并没有期待女儿清出于蓝 甚至表现得比普通的父母还要胸无大志 文中的原话是 不敢对孩子的未来有什么寄望 这是为什么呢 在刘渝看来 生孩子都是出于自私的理由 古人说 不孝有三 无后为大 是自私 现代人说 我喜欢小孩 或者为了让人生更完整 所以要生孩子 也是自私 生物学家说 为了人类的繁衍 听上去很神圣 但也不过是将一个人的自私 替换成了一个物种 甚至一群基因的自私而已 既然生孩子是件很自私的事情 那么母亲对孩子的爱 不过是她为生孩子这个选择 承担后果而已 谈不上什么伟大 既然生孩子是为了父母自己 那么要求孩子用成龙成凤 来回报父母 满足父母 就没有道理了 刘渝说 忘子成龙这四个字 令他感到愤怒 有本事你自己成龙好了 为什么要忘子成龙 如果汉语里有个成语叫 忘爸成龙 或者忘妈成龙 但父母的会不会觉得很无理 刘渝是真正把孩子 作为跟父母平等的个体来看待的 他的观点不符合中国人的传统价值观 但仍然值得父母们思考 这本书的最后一篇文章 《忘子成人》提心吊胆二十年中 同样提到了忘子成龙的问题 作者王森是咖啡店的老板 他说 他的儿子刚出生时 他还没有认真思考过 如何教育孩子这个问题 给儿子取名王伯龙 用了一个龙字 就是要忘子成龙的意思 可是随着儿子一天天成长 王森的想法慢慢发生了变化 他越来越觉得 忘子成龙是个一厢情愿的 霸道的荒唐想法 于是他把自己的愿望 改成了忘子成人 他的儿子学习习惯不好 他觉得是因为在儿子小时候 他对儿子的成长参与不够 对此感到十分愧疚 到上高中时 他把儿子送进了一所国际学校 指望花高价钱 把孩子扔进一个好学校 就万事大吉了 然而儿子并没有像他计划的那样 按部就班 修满学分 然后直升加拿大的大学 高中头两年 他多次被教到学校处理儿子的恶行 而到了高二下学期 儿子坚决要退学 高中没毕业 就跑到北京的一所音乐学院 读了两年 而后再次出学 要求到父亲的咖啡学校 学做咖啡 学完所有课程后 王森把儿子留在公司工作 又过了两年 儿子拿出一份企划书 说想自己创业 要开一家宠物咖啡馆 显然 王森的孩子并不是那种 标准意义上的好孩子 但是在王森看来 他的儿子现在身心健康 待人接物 有礼有节 生活中有自己的爱好 工作上 有余承担责任 咖啡做得很专业 宠物咖啡馆 在一步步实现中 他提心吊胆了二十年 担心的就是 儿子长大后 不能自食其力 不能靠自己的本事 有尊严的生活 而现在 他对儿子的未来 充满信心 刘虞是学者 教授 王森是咖啡店老板 在对待孩子的问题上 他们都发自内心地觉得 孩子不是父母的附属品 而是独立的个体 孩子的生命属于他自己 应该按他自己的意愿去生活 当然也有很多父母的想法 并不是望子成龙 或者养儿防老 而是觉得 这个社会的竞争太过激烈 担心孩子上学的时候 如果没有赢在起跑线上 未来就会一直失败 终身失败 在他们看来 现在给孩子压力 并不是为了父母 而恰恰是为孩子好 那么就让我们来看看 书中另一篇文章 赢在起跑线上 也不一定一生都成功 这是社会学家 性学家李银河 写给18岁养子壮壮的一封信 壮壮是一个 有学习障碍的孩子 上学比较晚 后来因为始终无法适应 学校生活而退了学 在这封信的开头 李银河就告诉读者 在别的孩子都上大学的年龄 壮壮将进入职业学校 学做一个电脑操作员或厨师 在很多人看来 壮壮的人生 大概已经没有什么希望了 可是 李银河却对壮壮说 你仍然可以成为一个 出色的完美的人 拥有快乐的人生 我一点也不怀疑这一点 他这么说并不是为了安慰孩子 而是因为他认同郑渊杰的观点 人的一生不是十几年 而是几十年 不是短跑 而是马拉松 输在起跑线上 不一定一生都失败 赢在起跑线上 也不一定就一生都成功 李银河还告诉壮壮 人生的评价有两个维度 一个是客观的维度 一个是主观的维度 客观的维度是社会对一个人的评价 主观的维度是自己对自己的评价 从客观维度上来看 有的人比较成功 有的人比较失败 但是一个人的成功和失败 并不仅仅由上学考试决定 除了考上大学之外 人还有其他的成功途径 从主观维度上来看 有的人更快乐 有的人比较痛苦 但一个人的一生 是快乐还是痛苦的 主要取决于 他自己怎样来看待自己的人生 很多父母会对孩子的人生 有非常具体的设想和规划 并且往往觉得 孩子只要偏离了他们既定的想法 就是不懂事 不成熟 从根本上说 这样的家长 就是对孩子缺乏信任 我把它送到 《可以让他施展拳脚的地方》 这篇文章的作者 是美国最受欢迎的体操运动员 奥运会冠军 肖恩·约翰逊的母亲 作者说 有人曾问他 培养一个奥林匹克运动员 都要做哪些工作 他回答说 我有两点 是他认为自己做对了的 第一点就是 他把肖恩送到了 可以让他施展拳脚的地方 肖恩从小就经历旺盛 他便希望能找一个安全的方式 来疏导肖恩的经历 他尝试过 送肖恩进摔跤班 舞蹈班 但肖恩都觉得不好玩 有一天 他刚好看到肖恩 从餐桌上往爸爸怀里跳 这让他萌生了一个想法 让肖恩去学体操 肖恩喜欢在高台上跳 跑 跨越 攀登 体操比较对肖恩的路子 进体操班的第一天 肖恩就在平衡幕上 从这头跑到那头 兴奋异常 在体操班里 肖恩总是抢着练习 别人休息的时候 肖恩也去练 教练看到肖恩身上的潜力 把肖恩放到少年班高级组 作者一开始还担心 肖恩会因为跟不上大孩子 而信心崩塌 可是肖恩充满了热情 一点受挫的感觉都没有 第二点就是 现任孩子 肖恩12岁时 被邀请参加美国青年队 时间变得很紧张 一天下午训练课之前 作者发现肖恩 在自己的房间里掉眼泪 说不想去了 其实作者一直担心 女儿事情太多太累 感觉到体操 已经不再是女儿 释放精力的渠道 已经成了女儿生活的一部分 继续还是放弃 这个决定要由孩子自己来做 于是作者对女儿说 你是在为自己练体操 你要弄明白的是 你决定退出 是因为你想退出 而不是因为 你今天情绪很糟糕 你去或不去 我都会支持你 肖恩13岁时 第一次有资格参加国际比赛 就取得了好成绩 虽然作者说 她仍然会为女儿担心和操心 但是她说 女儿让她明白了一件事 那就是当家长最好的方式 就是给孩子信任 好了 愿你慢慢长大这本书 就为您简读到这里 让我开心的 我发不过来 你 为我发不来